中美大战川普政经战略进展迅速,中共要活不下去了,川普又与墨西哥总统涅脱左继欧盟后27日美国又与墨西哥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美美纸美墨协议可能让美国组建一个对付中共的联盟并孤立中共。 台湾和美国的专家分析川普布局政经战略,会让中共严重孤立。美国前国防部官员撰文指付,起来,之后的中共不但没有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规范,反而以世界金钱万能宣言来替代,并举了北京以金钱利用萨尔瓦多政府断绝与台湾数十年的邦交关系,以及对新疆维族人民的政治与宗教压迫的例子。 川普总统于2018年8月27日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通过翻译与墨西哥总统聂托通电话。 Semira大纪元8月27日川普特朗普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经就双边贸易问题,达成初步的协议。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会栏,Christia Freeland8月28日下午,也加入了美墨谈判。 美国财政部长母亲表示,她相信美国本周,也可能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 彭博士文章说这份美墨协议,似乎暗藏了两大目的,首先美国旨在组成一个北美区块,而不仅仅是自由贸易区,通过规定汽车来源,和薪资要求她将中国产品排除在外。 尽管协议中没有出现中国制造2025和旅产能过剩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暗藏在自旅行间第二,美国试图将美墨协议作为一个模板,为其他贸易协议,打下基础协议中就集体谈判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获取金融记录等问题作出规定。 这些问题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言并不严重,但是对中共而言很突出。 美墨协议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可能让美国组建一个对付中共的联盟。 如果川普政府现在跟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起联盟,将不仅改变美中贸易战局势,还将为美欧贸易协议铺平道路,并孤立中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表示, 有可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周五截止日期之前,就北美自由贸易达成协议。 目前美国已经与多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很快日本、加拿大也会加入在美国一对一谈判后形成的新联盟,将超过全球70%的市场。 除了建立新联盟外美国还在布局印太地区的经济战略,财经评论人士秦鹏对大纪元说,我们知道这个地区的生产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一旦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建立起来,那么中共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地位也会失去。 全世界将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体中共将受到严重的孤立。 另外,美国对台湾的一连串改善关系的行动似乎也是抑制中共的举措之一,包括两项与军售有关的交易。 国会呼吁与台北高层进行更多互访,美国发表的支持台湾外交的一连串评论,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美国白宫,含有的发表声明,暗示你取消对萨国援助,惩罚该国转代美国之音。 引述台湾退休战略问题研究教授林中斌的话表示,川普也在试图团结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形成对抗中共的统一战线向中共施压。 不仅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有韩国,而且台湾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形成统一战线其意图正在于此。 美高官批中共世界金钱万能宣言,美国前国防官员,鲍士可,Choseph Boxtor,昨天在国会山庄的Hair发表的文章指出,富起来之后的中共不但没有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规范,反而以世界金钱万能宣言来替代。 一个例子就是北京以金钱利用萨尔瓦多政府断绝与台湾数十年的邦交关系,另一个例子就是对新疆维族人民的政治与宗教压迫。 鲍士可在这篇评论中表示,原本外界期待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能使北京改变鼓励中共遵守国际规范。 由于西方的慷慨与无知现在中共利用累积的巨额财富自创,世界金钱万能宣言的规范。 他表示即便像曼德拉这样的世界道德英雄,都无法抗拒中共的金钱利用。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是与南非的白人政府交好的曼德拉。 后来成,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给了台湾一年时间为断交做准备。 这是当年美国总统卡特不曾做到的多年后曼德拉表达了被迫做出这个决定的痛苦。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 阿波网林一维合报道